近两日,人民币对美元的离岸汇率居然已经跌破了7.3 与去年末收盘时的7.1264相比 到现在为止,人民币的年内下跌已经超过了1700点 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Swift发布了2024年5月的数据 从全球支付货币份额及排名来看,美元的支付份额越来越高 似乎反映了全球去美元化宣告失败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5月,美元份额高达47.89%,比上个月还增加了0.58个点 紧随其后的是欧元,5月的支付份额为22.85%,尽管较4月有所提高 但与美元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不过如果同两年前的数据相比,欧元的下跌幅度是前五大货币中最厉害的 当时曾经一度靠近美元,但现在却只有美元的一半 换句话说,美元的份额持续地增加,其中大部分是从欧元份额抢过来的 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俄乌冲突之后,欧洲被美国强迫参与了对俄制裁 此后,欧盟与俄罗斯贸易处于半中断 欧元区经济增长受能源影响处于停滞 欧元的支付份额大幅下降 毫无疑问,欧元是踩入了美元挖好的坑 排在第三名的是英镑,目前的占比为6.84% 这是上一任的金融霸主,同样也是被美元击倒的货币 大约一百年前,美元从英镑手中抢过了全球霸主地位 英镑的全球支付份额就不断地下降 目前的份额甚至不足美元的零头 人民币的表现同样值得关注 五月全球支付份额为4.47% 较四月小幅下降0.05个百分点,位列第四 与此同时,日元的支付份额为3.61%,较四月下降0.36个百分点 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排名已超越日元,并逐渐拉大了与日元的差距 但如果我们以人民币的份额和美元比较 就会发现我们甚至没有达到美元的十分之一 从具体数据来看,美元的份额上升了 人民币的份额下降了,导致双方的差距也扩大了 目前美元支付份额相当于人民币份额的10.7倍 美元依然保持统治性的优势,几乎占了全球支付的接近一半 对此,大家难免感到迷惑 越来越多国家参与到去美元化中,为什么换来如此的结局呢? 其中原因之一是,欧元、英镑和日元份额的下跌 相当于把自己的市场份额贡献了给美元 第二个原因则与美国越来越金融化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Swift的统计数据中,绝大部分来自金融投资领域的支付 真正来自实体贸易的份额占比较少 而美元在这两年不断地加息,目前虽然不加息 但依然保持美元指数的强势 所以,有很多资金在不断地买入美元 这造成了美元支付的份额居高不下 但是从实体贸易的角度来说,美国却越来越空心化 虽然我们的支付占比只是4.5% 但我们在实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的范围越来越大 我国的双边贸易中,人民币的使用已经超过了美元 在我们与其中一些国家的贸易中,甚至已经几乎达到了完全去美元化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俄贸易 超过九成使用的是人民币和卢布 而且,Swift系统并未将中国与部分友好国家通过CIPS进行支付的份额完全纳入统计中 如果加上这部分的贸易额,有望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的全球支付占比 甚至可能达到5%以上 考虑到英国国力的相对下降 人民币超越英镑成为全球第三大支付货币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全球去美元化任重道远 但现在正在逐步展现出越来越好的效果 中俄果断踩刹车 金砖停止耐心 北约和欧盟犯的错误,绝不能重演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明斯克访问期间,宣布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金砖国家内部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暂时停止接纳新成员国 把更多精力放在消化现有成员国这件事上 按照拉夫罗夫说法 这个决定是金砖内部成员已压倒性多数投票的结果 不过具体谁投了赞同票,谁投了反对票不得而知 这个消息一出,一方面肯定会让不少想要加入金砖的国家 比如泰国,马来,土耳其等感到失望 但另一方面,也让外界更加坚信 中俄这次是真的要利用金砖这个平台办大事 绝对不想让金砖成为一个草台班子 这次金砖决定暂停耐心 主要目的可以从两个方向进行分析 第一,想要申请加入金砖的国家太多了 比起一口气全都拉进来 建立一套更加行之有效的筛选机制才是重中之重 最近,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加入金砖国家的浪潮 据俄方透露,目前至少有34个国家处于等候队列当中 希望成为金砖正式成员 会出现这个情况,有两个原因 首先,美西方霸权加速衰落 随着美联储降息在即 大量发展中国家都担心成为被收割对象 所以掀起了一股恐慌性的家群浪潮 金砖里有中国这个第二大经济体 有俄罗斯、沙特、巴西为代表的一大批资源和能源大国 抗风险能力极强 很多国家都想要抱大腿 其次,近期金砖国家在巴以、俄乌问题上都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可以说,虽然当下金砖国家并没有像美西方那样结盟 但明显形成了一股政治合力 举例来说,在巴以问题上 中俄和南非就始终在打配合 一方面,南非在国际舆论中抢占制高点 在国际法院积极出手 去年12月,南非正式起诉以色列犯下种族灭绝罪 今年5月,南非又提出国际法院需判定以色列在接受审判期间 必须采取临时措施避免加沙的种族灭绝形式进一步恶化 与此同时,中俄则是利用武藏的身份 在安理会与广大伊斯兰国家一道 不断提出声援加沙人民 呼吁加沙地带停火的决议草案 对美以进一步施压 在俄乌问题上,中国和巴西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斡旋 当美西方利用舆论霸权极力鼓吹瑞士召开的乌克兰和平峰会时 中国和巴西在北京共同发布了一份共识文件 呼吁国际社会召开一场平等的 各相关方军能正常参与的真正的和平峰会 总结来说 金砖国家组织结构肯定比北约、欧盟松散得多 但这也带来了两个好处 会员国不用担心被逼着选边站队 同时通过排列组合 金砖国家可以就不同议题灵活地协调出更有针对性的适应方案 当谈到种族灭绝这一议题时 非洲国家的南非对此最有发言权 在国际舆论场上享有优势可以带头冲锋 在俄乌问题上 实力更强的中国以及美国后花园的巴西发声更有分量 对西方的震慑力更强 就是中巴一起站出来发声 当下 这种灵活的组织形式正在发光发热 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希望加入金砖 让金砖成为自身的扩音器和增幅器 但是 这种高度的抗风险性和灵活性是一柄双刃剑 一个组织如果内部灵活性有余 制约条款不足 又在短时间内盲目扩张 那么最后 必定只有沦为菜市场这一条路可走 北约和欧盟那种 对政治军事立场有严格限制的组织 都因为苏联解体之后的盲目扩张 濒临脑死亡金砖必须从中吸取教训 而且 以当前的国际局势 如果扩张速度过快 不能排除美西方在这个过程中买雷的可能 当年 就是由美国公司帮助希腊做假账 把这尊特洛伊木马送进了欧盟 这才直接点爆了后来的欧债危机 而金砖之前也是差一点就把闹得乱糟糟的 摆明了就是美国代理人的阿根廷米莱政府给一起拉入群了 现在回过头去看 不少国家估计心有欺欺 直呼一声 好险 最近 土耳其也不断和俄罗斯接触 希望加入金砖 但问题是 土耳其是一个北约国家 这种城市的本事没多大 但败事的本事 绰绰有余的其强派到底能否加入金砖 或者以什么形式和金砖展开合作 都必须严格进行讨论 如果贸然把人拉了进来 然后闹内讧 那金砖组织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向心力和国际威望 立刻就会面临巨大打击 在这样的情况下 金砖国家集体决定收紧入群标准也就不奇怪了 第二 该拉入金砖的核心成员都进得差不多了 所以 金砖首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而不是把摊子进一步铺开 这里说的大事 就是今年下半年的重头戏 金砖要成立自己的内部结算系统 这个系统将会是推动第三世界去美元化的关键一步 绝对不能在这个紧要关头闹幺蛾子 沙特 埃塞 伊朗等一批产油国的加入 再加上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俄罗斯这个全球头号资源国 已经让金砖具有了让石油价格和美元结绑的能力 美国靠着美元霸权完全违背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 一边疯狂放水 一边死咬着高利率不放 导致美元价格严重虚高 严重损害了资源大国和商品大国的利益 如今沙特顶住了美国的压力 还加入了中国搭建的多边数字货币桥 派出防务大臣访问北京 应该就是为了今年下半年金砖的独立结算和计价系统在做准备 在这种紧要关头 金砖国家要协调的事物非常多 面对的外界形势也非常复杂 与其继续广撒网乱补鱼不如先专心把一件事情做好 不得不说 近几年世界的变化真的是在不断加速 虽然一直说多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但这几年金砖组织的吸引力 居然已经提升到了不得不通过停止那心来踩刹车的地步 逐渐的美西方霸权衰落 全球南方迅速崛起的事实给世界带来多么大震撼 全球人心思辨已经是客观事实 美西方在如何赋予顽抗 能发出的也是时代浪潮中微不足道的杂音